朝物亭深田北荒茂地区有荒茂皮沙门堂 紫玉堂原为供奉圣力招福的圣力之神 是受民众信仰的圣福寺的人王门 却在新元1870年废寺 当时改造为荒茂皮沙门堂 目前包含本尊木造皮沙门天立像在内 共供奉了八座佛像 有意说是圣福寺是平安时代末期 平清圣长子平重圣的菩提寺 但仅为长年以来的推测 另外西元2004年 从木造本尊皮沙门天立像的腹中 发现以墨水书写的记录得知 本尊是西元1156年所造 以及菩提寺是治理当地的 区会寺所建造的 之后作为乡良家的菩提寺 而受到敬奉 被视为圣福寺的遗物 保留传承至今的荒茂皮沙门堂 堂内供奉的三座像 为国家指定重要文化才 木造本尊皮沙门天立像 是雄本县内的皮沙门天像中最大型的 高度达242.8公分 招木材质 继木造 引布为雕刻 7月1156年 当地领主腾原家用 为祈求长寿 供奉于此 本尊头顶 镶嵌的四片壁板上 会有皮沙门天的神者之称的武功 立于本尊两侧的 是木造二天王立像 面朝本尊的左侧 是与本尊同为木造皮沙门天像 高138.2公分 柜木材质 继木造而成 面朝本尊的右侧 是木造天步形立像 高135.2公分 柜木材质 依木造 推测皆为西元1147年所作 其他还有存墨地区珍贵的人王门 其两侧以红色为彩 供奉了代表勇猛 威鹤 高度约190公分的人王像 当地人称为 人王先生 是民众非常熟悉的存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